大家好,我是陈陈,今天来逛山地,看见不远处,有一栋小房子,越看越不对劲,走,我走进看一下。 就在前面了。 怎么走得越近,感觉这房子越来越小了。 哇,这房子太神奇了,竟然还没有瓦钢,来到旁边才发现,它还没有瓦钢,莫测的话,就会迷糊。 这里还装着一道小门,小小的,太可爱了,上面还挂着一把锁,还是锁起来的。 这房子啊,看着像圆形,细看一下,又不像圆形。 它修成不规则的形状,越看越不对劲,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用的,我再仔细看一下。 这门,好像锁了很久,都没有用了,旁边的杂草都长这么高了。 如果这门能打开,我也要蹲着才能进去。 这房顶上还有根电线,不知道是用来做人的,还是有什么用途。 它的前面都是用砖砌起起来的。 这房顶是用木板织着,再用混泥土浇筑起来,看着还挺牢固的。 莫测,它的占地面积也就两平米左右。 这房子看着小巧可爱,像童话世界里面小人国的小屋。 在我们农村,有很多小房子,但是这样的小房子,我也是第一次建。 它就建在这半双腰上,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 说它不值钱吧,它又上了把锁。 说它值钱吧,它又没有建在繁华的地段。 那也行为啊。 坐在这里,整个山谷的美景尽收眼底。 林间山头,都是鸟叫声,真是个鸟以花香的好地方。 这房子,我越看越不对劲。 我坐在旁边,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,究竟是做什么用的。 大家有知道的吗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 拜拜。